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谨好色 城府急声 勾心斗角 最后死在楚桥的手上 最终 宇文怀作为宇文家少爷 他与男主宇文月则是有着大不同 是三方所出 说起来就是宇文月的哥哥 但是却心很熟辣 烟情好色 城府急声 一直把宇文月视为仇敌 他想害死对方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最后他还拿宇文月的祖父下手 下手肯读的宇文怀对自家人 也是怀恨在心 他的阴暗的心 让他最终走向灭亡 但是最后 则是死在楚桥的手上 小编在中看到 宇文怀的原型就是诸葛怀 貌似也没 有啥情感戏粉 只是一位知道夺权的人 最终却死于贪婪之心 至于 第几集才会挂掉 那就请大家继续追踪电视剧的更新吧 分享 在相关阅读有前有后先起 李若同凯里恩之最爱右边面 热捧为经界大热的24岁先起 李若同凯里恩之 今日穿上粉红贴身裙参加复选 一度尴尬就透露三维数字 只肯说自己酷爱骑马 在凯里的个人社交平台内 只见她的骑马英姿几次出旅游照片 虽则未有泳装照 仍敏若见到凯里身材不错 可为有前有后 最搞笑当中很多 她又别念低下 莫非凯里觉得这个角度的自己是最紧同冯德伦闹荒变 舒奇大声困扰内情舒奇与冯德伦 于去年结婚后 两人言语间不识大善恩爱 不过舒奇近期在社交平台多篇感性留言 就惹来部分网民猜测感情生变 但舒奇近日都多次否认 日前她就在FB医生 过程辛苦了点 原来舒奇直近日的言论 是因为皮肤过敏造成困扰有感而发 最近她吐苦水 致自己皮肤敏感又发作 并说 穷过敏别发作 谢谢你 我爱你 舒奇在FB上大声 我觉得吗 我的脸上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每个看起来都很可爱且有深度 只是或许有时或成辛苦了点 不管结果如何 开心还是最重要的 Don't worry be easy 对不起 请原谅我还是要对自我的工作负责 一众网民见到偶像被敏感所困 都窝心的留言送上祝福 居建党同兴公开表白 太太太喜欢送重机了送重机 虽然在被监狱送回桥 同游客里导证据 踢爆二人之前否认一事 但无损她受欢迎程度 今日送重机与黄正明 苏志谢 李真贤及同兴金秀安 在首尔出席电影军舰岛showcase活动 一身灰黑打扮的宋仲基笑得很开怀 更加帅气 众人聚在一起都是一家人般开心 特别是金秀安公开 对各位前卫的评价令现场笑翻天 金秀安说因为第一次跟黄正明见面时 对方的脸很红 所以有点害怕 后来对方给他很多好吃的 就变亲了 至于苏志谢 他说 志谢阿婆教我玩皮排魔术 大家都惊呆他叫苏志谢阿婆 并就正是叔叔 他仍坚持是阿婆 对于宋仲基 金秀安所行来个表白 说 因为实在是太太太喜欢宋仲基了 连他的履历 背景都会飞 然后 因为实在太喜欢了 拍戏无法集中 意味没太多对手戏感可惜 黄正明也自言在电影里 饰演金秀安的爸爸 但这孩子更喜欢宋仲基 这时宋仲基就站起来 走到金秀安面前击掌 又联系摸小女孩的头 众托驻航落台 郭富城交起罕见晒运堵 四只仙系好逼人 五十一岁郭富城 诚诚 于二十九岁中国小魔方园四月完婚 传方园当时已怀女娃 早前也被拍到小富威普 不过两人对此颇为低调 但不知是否到了公开的时机 方圆总主动在微博晒出全身掌 运堵明显 间接承认自己怀孕 方圆微博近期照片多一扇半身为主 为拍到运堵 他昨天参加永恒经典 澳大利克本旋展上海站 罕见晒出全身掌 只见他穿着威灵 黑裙及粗跟鞋 戴着墨镜高贵而优雅 由于裙子有设计出腰 令运度更加明显 不过他四肢依旧纤细 身材维持得相当好 网友纷纷只喊肚子肚子 真怀孕了 恭喜 手臂还是好戏 好美 有网友目测他的运度至少有五个月 预祝他生产顺利 梁朝伟五十五岁啦 刘嘉玲善受讨厌梁朝伟 收到一桌受讨过生日 影帝梁朝伟 韦仔 经过五十五岁生日 他老婆刘嘉玲凌晨 在微博善出庆声照 照片中梅仔面前白马大大小小兽桃 他低头看着兽桃满脸笑容 看来相当满意 刘嘉玲也贴心写下生日快乐 温馨替老公庆声 去年韦仔生日时 刘嘉玲就曾在微博晒出梅仔拿着兽桃 遮脸的俏皮肤去照 今年更加被晒出韦仔与整桌兽桃的合照 不少网友看了纷纷住韦仔生日快乐 也有粉丝中哭求刘嘉玲晒出夫妻俩的合照 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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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